今年的基北区高中职入学一共是有1556位学生落榜 不过基北区免是入学推动工作小组会议还是决议 105年高中职入学制度维持志愿序扣分 以及五志愿一群组 那么由于这个决定啊 不服学生以及家长期待 不少家长就在今天下午齐聚示意会来抗议 最新状况连线记者陈怡玲 好 各位观众 为了抗议12年国家政策 这北北极三世有黑箱作业的嫌疑 今天家长团体跟国教盟跟议员们 结合在示意会开了记者会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我们来听一下校长访问 为黑箱汤局长 一位17号开完会之后搞定基北区 就立刻升官到教育部的林滕角局长 两位局长请你表面对明年的8万考生 所以要我们赶快连署 我们今天也承诺了 我们也连署了 结果呢 教育部在6月10号就打连我们了 因为在6月10号就已经通过了 我两尺不计分的状况 那你今天6月25号还要我们连署什么 那难道是中央跟地方在唱双簧呢 还是中央跟地方在演戏呢 好的 你可以听到家长跟议员们 真的是相当愤怒 直说北北基三市的教育局在7月17号推动小组的私下闭门会议中 39席的委员出席 其中只有3席的家长代表 而且他们也说到7月17号当天维持 五志愿一群组的最重要的决议 竟然是用不记名的方式来决定的 因为不够公开透明化 让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本来以为柯文哲市长上任后 之前有说说的会重视考生的权益 如今还是没有任何一个好的结果 让他们相当失望 他们也强调表达三个诉求 就是主张志愿是不要扣分 而且至少时效为一个群组来填志愿 坚持不要费到两尺的制度 还有费三等地 或是拿到最后来评比 希望北北基三市的市长 可以听到他们的强烈的诉求 好的 以上现场最近情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